武汉选房网,团购买房,总价100万左右,重点关注五贵楼盘。 第一个楼盘,位于东西湖区吴家山板块的沃龙万城府。 该楼盘在东西湖的地段还算不错,是少数拥有两条地铁的楼盘。 同时,该楼盘距离学校也比较近,而且不在飞机航道下方,自住居住的舒适度还算不错。 近期该楼盘推出特价房源,单价从13500调整到10500左右。 第二个楼盘,位于京开区转口板块的车渡外校城。 该楼盘关注的人并不多,但其性价比还是很不错的,小户型房源单价在1万左右。 楼盘的优点是距离小学和初中都非常近,并且距离汤湖公园也很近,刚需自住问题不大。 同时,该楼盘靠近京开外校,后期房屋出租出售比较容易。 第三个楼盘,位于东西湖区凌空港板块的联发普悦府。 该楼盘的品质相当不错,是凌空港板块品质最好的小区之一。 目前还剩最后一栋楼,其中95平的三房两天两位,总价在100万左右。 而且该楼盘即将交房,不需要等待太长时间。 第四个楼盘,位于红山区清零板块的万科保利理想城市。 该楼盘也是准线房,今年6月份交房。 楼盘自建9年一贯制学校,对于要求在大武昌买房的客户,门槛比较低。 最后一个楼盘,位于金开转口板块的德姓江陈。 该楼盘临近长江,高楼层可以看江,同时楼盘离地铁口也不远。 居住舒适度还是不错的。 推荐该楼盘还有一个原因是,周边造纸厂宿舍楼即将拆迁。 大概两三年后这边的城市面貌会改观很多。 不过,需要注意的是,该楼盘距离学校有点远,大概一公里左右距离。 综上,总加100万左右的楼盘,本周重点挑选了5个楼盘。 最后,关注我们,武汉选房网。 武汉选房网,团购看房一对一服务。 武汉选房网,团购看房比价买房。